《七年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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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七年九班》的张天宇 《七年九班》的张天宇 我的奶奶 她有腿疼的毛病 之前还去过医院 但现在 她却爱上了那些 推销保健品的养生课堂 有一次 我放学 碰到奶奶拎着一泡鸡蛋 奶奶自豪地跟我说 参加养生课堂 就送鸡蛋 多拿几个还没有关系 可我知道 这些养生课堂 都是用小力小慧来吸引老年人 去推销他们的保健品 我爷爷呢 他看到奶奶买回来的保健品 总会唠叨两句说 骗人的 别浪费钱了 但奶奶却还是深信不疑 所以 我想对奶奶说 您年纪也大了 我很关心您的身体 今后我要多陪陪您 把我学到的科学知识都告诉您 希望您以后不要去参加那些 推销保健品的养生课堂了 好不好 好 张天宇 我首先肯定 你说这个观点 是我的熊悟了 保健品呢 听过你这一说呢 我就认识到了 确实不治病 他们过大宣传 说什么病都治 我们这些人呢 认识不上去都上当了 一买三千多 把那个退育金都花光了 看病没钱了 通过你这一说呀 我一想一回 我每天跟上班一样啊 按脸去听课 害怕迟到了听不着 完了你保健馆还走 什么专家免免费检查身体 说你有什么病 有什么病 你应该吃什么药 坚信不疑啊 谁说都不听 完了看到家庭那个药 够吃一点都吃不了 我说呀 吃不了怎么办呢 能给你换呢 你上哪儿换去 完了 卖完了走人了 你上哪儿换去 天宇 你说就真是千真万学 以后奶奶啊 就真的不去了 坚决不去了 有病山医院去看 小小的年纪能够进我的身体 我非常的高兴 而且非常感动啊 谢谢我的大孙子 你这么小的年纪 你都能明白是非呀 希望你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 张天宇同学你是最棒的 谢谢奶奶 咱还有什么吗 没了 没了 没了到这吧 这要没了到这吧 还要 好了 好了 是 我瓶子 我自己在这里 我不是怎么这么一点 我自己在这里